大家好,我是何一 上期说到王马赢下第一次全员大赛 他参加全员大赛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找到一个人 影片开始来到一处地下停车场 王马在一次代表公司参加全员比赛 他这一次的对手看起来不容小事 对方是一名热本职业率教手 有御天使支撑的管林 管林比赛前对王马放话 表示他和王马之前比赛遇到的对手都不一样 是真正的战士 王马在裁判汉开始的瞬间率先出拳 眼前的大块头满身是破绽 王马连着给上几拳 结果管林轻松抓住王马的手臂 紧接着重重把他摔在地上 王马反应迅速才躲过一角 他的攻击拳拳打中却丝毫没造成伤害 管林凭借一脚就轻松拽飞超过80公斤的王马 管林叫嚣着让王马尽量善用权利 也就是逃离痛苦的权利 无论是抵挡、绕开或闪避攻击都是权利 相反摔教手有义无迎面所有痛击 言外之意就是管林看不起摔教手以外的人 王马走到管林面前 笑力一年也让管林吃痛 嘲笑管林这不是在逃避痛苦吗 自华7的管林连都黑了 抓住王马接着进攻 王马再次控制力量的流动 让管林完全打不中他 王马一圈圈打在管林脸上 结果被管林一把轻松爆弃 管林让王马记住摔教手的演技是很好的 再次重重的把王马摔在地上 可怕的力量让水泥地都裂开了 管林一把拉起王马 使出了经典招数果被摔 还意淫未经的再施展一次 王马此时已经混过去了 管林重重的一拳 直接让王马在空中旋转一圈 一旁的山下听到一个酒鬼含着让王马投降 气得山下让酒鬼把花收回去 他坚信王马是不会输的 就算对手是管林也一样 但此时的王马就快完蛋了 管林使出杀手锏 阿根廷被捕破坏剂 王马走进了内心的世界 只见周围有许多的蜡烛 他催灭眼前的蜡烛 说是要久违地再接一次 管林背上的王马身体剧烈躲动 灵活地从管林身上跳了下来 还把他几根手指给弄断了 眼前的王马全身通红 语气和身心都像是另一个人一样 他的拳头比一开始结实了很多 连比他重60公斤的管林 都被打得连连后退 只有山下感觉眼前的人 已经不是王马了 管林越发兴奋 用断掉的手指来了个反手劈 但王马闪电板的拳头还未停止 管林适应攻击后开始重新往前移动 想抱着王马却被一脚踢的后退击步 山下知道王马的战斗技巧 与之前完全不同 在后面管家的若鬼和静景分析着战局 若鬼解释王马是利用了转速 他增加的不是利器而是速度 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攻击的强度会随着速度的提升而增强 也能大幅提升出拳的频率 如同凶文野兽般的攻击 另三下都有点害怕 观众看着管林完全不防御也不进攻 纷纷都为压伤的前额担心 管林抱着王马的头 猛的一击头吹就让王马后退好几步 紧接着双脚一踢让王马的肋骨都要断了 王马勉勉强强地站起来 管林也准备结束这场比赛 冲向王马准备给最后一击 王马却一击放倒了观林 但他的手指也断了三根 观林翻了白眼彻底倒下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有弱鬼 金锦和三下知道王马是瞄准了观林的气管 以此来切断术网脑部的空气 王马的攻击力加上观林的冲击力 给他造成致命一击 冷静等待反击机会的策略 让三下知道王马还是王马 酒鬼大叔恭贺三下 并相约改天一起去喝一杯 随着一声可怕的恭贺声 严若葵都吓了一跳 正是全院大会会长 也是大日本银行总裁 片院灭堂 他称赞奶木挖掘到一个很厉害的斗机者 观林站了起来 把掰断的手指硬生生掰回去 称赞王马确实很强 全院大赛会长来这种小比赛必然不简单 观林的老板走了出来 愿赌服输的同意了全院会长的争夺战 这正是奶木会长的目的 由于现在已经达到50张同意票的条件 也就代表有资格和片源灭堂本人一较高下 强大有压力的气场从这个白发畅畅的牢头发出来 连邱子和奶木会长都直冒冷汗 奶木会长坚定地表示做好捐物 将会把片源从会长自卫拉下台 这个超过90岁的牢头发出阴声的笑声 允许他们用上所有资源 以此来打败他和灭堂之牙 听到灭堂之牙的名字 众人都发出紧张的情绪 他正是片源旗下的斗机者 据说还是全院史上最强的斗机者 全院记录更是150起零败 随着片源会长的正式宣布 全院绝命淘汰赛正式开打 无论是帮派分子 无数家甚至是丧心病狂的杀手都无所谓 只要能打败灭堂之牙 就能夺得超越死亡的真实人生 只争合王王的心意 那个混账绝对不会错过那么刺激的活动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王王不拒死亡参加绝命淘汰赛 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一直想见的人又会是谁 请敬请期待下一集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